本分局112年12月14日 临时36分许 接获110通报 称男子火车探前有情侣吵架 远警立即改复现场 发现一对男女站在人行道上 警方到场询问时 双方皆沉默不语 警方基于职权查证身份 该对男女不愿配合并积极反抗 警方以优势警力先压制男性后 在反派出所了解身份 发现该名男性为越南籍失联移工 附近民众再次报案 称该名女子在男子火车站附近徘徊 警方再度回到现场 将该名女子在反派出所了解 发现该名越南籍女子持观光签证入境 已居其居留 全案依出入国及移民法 将该男女依法侦办 并移送移民署查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